準備 這個電話是… OK OK 來啦 不需要 喔 來囉… 嘩 嘩 一開始就來個Close-up 玩具TV 第21季第七集 剛才看完一些變化多端的東西 回來看拉打 等一會 剛才有個師兄問 下次會否出現成人品牌廠的機梁 我很想砌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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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y Tube Sky Tube 有啊 有 Sky Tube 太順利了 有 Alphamax 好 對了 你也沒試過介紹這類型的產品 可以嗎 可能要打格子 交給你 好 回來 當然是Patreon 拉打 都不是出了很久 如果大家是玩這個行版的話 應該上個星期都收到這個 Command Lighter Caliburr 邪王魔龍 邪惡魔龍的進化版 我們可以先看一看它的Close-up 嘩 突然放了一個有型的姿勢 但似乎是要放厚一點 Sorry 好 要再厚一點 好 嘩 嘩 這個設計 無論邪惡魔龍也好 邪惡魔龍也好 邪惡魔龍也好 兩個在這個聖刃裏面 就著它的設計 我都非常之喜歡 是的 而且它這隻 因為它這隻形狀 都打到尾了 等於是Chaliburr的最終形狀 其實它又不算打到尾 因為本身說 它出場 其實 比邪惡魔龍更少 是的 我完全不明白 為什麼它在對戰的時候 它又沒有特別 變完再變 都是繼續用邪惡魔龍版去戰鬥 為什麼我會特意擺這個姿勢呢 因為其實 你問我 它的可動性 是因為本身這個 肩頭的設計 是會有很大限制 不過 如果你適扭的話 一樣可以做到這隻手 平手 90度的動作 不過這個轉頭說 轉了一個圈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多華麗 著色方面 我控制前一點給大家看 看到眼睛也是透明件 它那個邪龍的眼睛 紅色的著色也很漂亮 好像反光一樣 很漂亮 對呀 金色、黑色、紫色、紅色 黃度的邪惡色對比 特別是黑色和紫色 都很漂亮 還有今次的金色 這隻沒有出事了 沒錯 這隻金色很漂亮 另外 也看到它的斗篷 你可以說是優點 也可以說是缺點 這就是看你要什麼 當然 優點來說 其實你看到它的造型 其實是很漂亮的 軟臉臉的 你看到一些紫色的著色 後面一些仿佈的黑色的處理 整件東西是非常之正的 它拆開了三件 令到你又會可動 飄逸這些都會做得好些 是 它比一餅 是 而且本身也看到它軟臉臉 也不會對它的可動性 有很大的妨礙 好了 補充多一點的就是 我或者拆一把邪王劍 給大家拍個Close up 這個很難搞 本身的著色也不錯 嗯 但是我覺得這套Saber很搞笑 它只是皮套進化了 但是那一把劍 永遠都是那把劍 你留回十姓印 沒有辦法 變的也是那把劍 怎樣進化也是那把劍 好 剛才說了 剛才是配劍 這個可以自己拆出來 裝回剛才 現在我要介紹的配件 其實本身因為它有個大斗篷 所以變成 很深的 整個盒帶裡面的配件 不算很多 其實手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總共八隻手型 加上腰帶 這個腰帶 我們換了 這個扣是不可以裝把 邪王劍 對 所以我們先換了 可以裝 即是拆了劍的時候 劍套還在 對 另外你看到 有些這樣的紙 你真的不要扔 為甚麼呢 轉頭說 好了 先玩一下這東西 沒錯 可動性 它在SHF來說 特別是上肩 可動性是數一數二 這麼差的 剛才 頭是沒甚麼大問題的 正常的 不過你看到它 斗篷的設計 這裡有一個 叮叮 它是會頂的 所以你動的時候 要小心點 亦都令到它 向上握 就不會有很大的範圍 可以做到 向下就OK了 左右 很簡單 沒問題 領都沒問題 好了 講回 最囂的地方 看到它現在 雖然是可以 接近放到90度 不過 首先是要 將手向上 再拉橫才做到 為甚麼要這麼麻煩呢 因為 它這個格 雖然它已經做到可以 有一個扣 上下去動 但動的幅度 亦都不大 而本身你見到 這個小龍頭 是會撞到這個大龍頭的 當你向上動的時候 尖角 其實很容易炒車 對 全部硬的 所以動的時候 要很小心 所以 如果你 就這樣 向上動 這隻手 炒 我動到這裡 很危險 對 我動到極限 不能再上動 所以 如果你真的想 我剛才擺的水平手 接近90度 的姿勢 麻煩你 向前 之後 才打橫 動 它便勉強做到 剛才的姿勢 所以大家要玩的時候 要留意這件事 當然 雖然這裡的可動性比較差 因為有甲頂著 但是 即是叫做肩膀對落 那些 互橫轉 對摺 對摺 其實它只可以是 90度左右 盡的 因為始終這一個甲位 是會頂著的 它也不是二重關節 變成可動性 有些少許局限 手腕其實是正常的 SHF手腕 所以我都不多說了 不過 當你記住 換手腕的時候 前面這一塊 黑色的護臂 護甲 只有兩塊 即是左右各一塊 每次換手 都要拔掉它出來換 記緊這件事 跌了 你玩完 你可以買另一隻 OK 心口和腰 因為它有糾縫 所以拍得不太清楚 但我想跟大家說 OK 正常 你又不可以說它很好 又不可以說它很差 夠玩 但起碼不會有剛才尼奧的情況 因為有條腰帶遮住 就不會怎麼穿崩 後面拉到盡 它勉強看到一條縫 但有條腰帶遮住 也不算很顯 其實後面也很漂亮 你看到金色、紫色、黑色 是很清晰的 著色也不錯 這裏也不會特別 拉到盡會頂到 OK 所以玩的時候不用擔心 左右 不用怕 因為始終 下面在腰和腰的關節位 是遇到你左右轉 所以很順暢 加上本身上面 是一個波頭 接著這個胸口位置 同樣地一樣可以轉 所以變成一條腰是沒有問題的 另外 腰帶 一定要看腰帶 有沒有機關的 沒有機關的 沒有機關的 拆到出來的 這個就是close up 不過有一點暗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可以看看這一本奇幻書 正面的著色 非常之好 好一點 能否焦點到呢 好像差了一點 都可以 好漂亮 好自小 看清楚了 龍、賞色 幸好我有剪手指甲 都是很漂亮 後面 嘩 後面也做得很仔細 當然 穿上色 就更加理想 好過 他們那些書仔 完全不懂 正面看 這個腰帶 和奇幻書的結合 和組合 都很緊的 有個洞 這裡未必拍得很清楚 跟筍位 插緊它就可以了 不用太擔心 我這個也很緊的 我相信大家都很緊的 這個相對 腳 腳 都是這樣 沒有什麼特別需要補充 腳的關節其實是不錯的 扭 大致上 就 我想是 110度左右 下膝 上膝 也可以 踢到去 90度 當然 打橫 作為一個 笑傲江湖的姿勢 都是沒有問題 腳裸關節 這些 都不會說 很差 或者特別好 很緊張 前頭的 鞋頭位 挺緊的 壞鬼 都是可以 翹向上 可以的 可以的 如果肩膝 肩膝 一旦移動 很大機會 根本就會頂住 一些不同的位置 還有這隻 周圍都是尖角 玩的時候 要小心爆肝 找一隻手 握一下把劍 才好像拔出 握完把劍 握完把劍 就差不多了 對了 換手吧 不過這隻的造型 真的沒得出 顏色的造型 真的很漂亮 又要拔手甲 Excuse me Thank you very much 來來來 拆開手甲 裝回去 大家看看 這個慢用的手甲 都很緊的 所以都可以放心 好 其實我建議大家用 台座去擺 因為它本身 那個披風 都會有一定的重量 這樣 Perfect Match 是啊 真的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我自己拍照 真的謝謝你 一定要擺這個出來 Thank you Thank you 那間 好 完成 對了 基本上擺一擺 都霸氣盡現 最後要提醒大家 玩完之後 這些東西 麻煩你保留 這些東西 麻煩你保留 就著那個披風 我都頗有信心 第一 它會脫色 出油 第二步 就是出油 所以你 當然 最理想的是 放在一個 涼爽 有冷氣的地方 你可以保留久一點 否則 你也是 找回這些 把披風 我相信某改造 一定會出一件披風 對 然後你才放回 這個你記住 好 好了 這隻 今天就玩了這麼多 邪惡龍 我個人覺得 是出得漂亮的 有興趣入手 買了 轉鏡 轉頭 1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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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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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